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不孕症 在台湾又有30万对夫妻面临着不孕症的问题 其中男性的比例大约占4成左右 不孕症的定义为35岁以前 有规律性生活一年未怀孕 35岁以后规律性生活半年后未怀孕 年龄越高,不孕症的几率就越高 怀孕的必备条件包含 数量和品质足够的精子 卵子存量足够 能正常排卵且成熟健康 输软管输精管的通畅 健康的子宫及子宫内膜 生殖系统激素分泌正常 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不孕 女性常见的不孕原因包括 1.年龄 35岁以后的卵子品质及数量急速下降 2.疏软管及子宫的问题 3.排卵异常 女性检查的流程包括 1.抽血检查体内激素分泌状况 2.超音波检查子宫卵巢是否有问题 同时可以追踪卵炮成长的状况 3.子宫有问题时进一步以子宫进检查 是否有子宫中隔肌瘤等问题 4.子宫疏软管摄影检查 检查是否有疏软管病变或褶色 男性常见的不孕原因包括 1.精子制造的异常 2.先天性睾丸异常 3.精子输送异常 4.疾病后遗症 5.睾丸温度过高 性检查方面相对于女性简单很多 男性只需要取精检测精子 依照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 所颁定的正常精益标准做检测 把握好运的四个要素 1.把握35岁前黄金生育期 卵脂数量与品质会在35岁之后骤降 所以务必把握这段黄金期 2.配合你的医师做治疗 千万不要听性网络谣言去指引给医师 配合你的医师就对了 3.可以透过稳定的基因工程制剂排卵针 来刺激排卵 以取出足够且成熟的卵 4.晚婚的女性可上生殖医学中心 选择有国健署认证的 做咨询与检查 提早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以利怀孕或治疗 最后备孕这条路上非常辛苦 有另一半或是家人的支持 让自己的心情上有所调试 对备孕这件事情的治疗上会有所帮助哦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备孕资讯 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那么下次再见咯 祝您好运 拜拜